Namo Amitah H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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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法师 各位同修 各位隐友 Namo Amit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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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方长 这一次聚会 主要是为了跟出家众 我们的出家众相聚 因为很久没有跟出家众相聚谈话 虽然在七八天之前 十几天之前 有举办所谓围辱 那只是相聚一起用餐 然后呢 然后呢 增加一些美好的 和谐的 比较温馨的 气氛 那么今天就是出家众相聚 那想到以往 出家众相聚的多 那么在场的都是出家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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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其实我们的同修 我们的同修 也是我们一家人 所以这一次呢 就请 有时间的 可以过来的 想过来的 那就过来 那如果没有时间的 那就不用 因为也没什么特别的 我们出家众相聚 主要都是讲什么呢 以俗地为主 俗地为主 因为真谛的话呢 我们都有定期不定期的 在开课 还有我们这一套书 网路以及月刊 说丰富 也蛮丰富的 只是这个俗地方面 有时候呢 也必须 过了一段时间 就要互相提醒 当然 我们有关俗地的内容 有这个 曹光柔软 还有 梅出版的 这个文章 大家都可以 常识 仿佛的 温习 所谓温故 痴心 中文章 教人 有些人 和神 语言 上 华人 都可以 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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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说 是最根本的、最基礎的 所必須要修的 那麼以我們來講的話呢 這樣的內容 就是屬於我們屬地的範圍 因為真地 所謂真地只有一個 就是這個我們的中風 跟宗旨所寫的 其餘呢 都是屬於我們這個屬地方面的 也就是說聖道能所謂的正行 比如說這個 三學六度到三十七到零 到了我們這個法能呢 它就成為屬地 而不成為真地 因為我們的真地 始終都是以阿彌陀佛的救度 阿彌陀佛的福利、運力、功德力 作為我們 離開入道輪迴 往往幾個世界 以及在幾個世界成果的正義 我們出家中 出家中都受過戒 所以也都盡量會去遵守 在佛念前所承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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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流露出去 即使師兄弟之間 有什麼摩擦 甚至覺得是示灰 那是彼此之間的 遇到外人應該也不會講出去 因為如果流露出去的話 那很顯然 就是犯了這兩條大戒 這兩條大戒 是比較嚴重的 只會波羅以罪 是很嚴重的 犯到的話 幾乎快失去神格了 這一點 在出家中來講 我想是不會的 那如果在家中的話 因為沒有受這個戒 所以沒有那樣的請提心 不過既然學府的話 盡量有受戒 沒受戒 都要去守那個戒 因為守這個戒 不是困難 這是一種習氣習慣 有的人 喜歡平常話多 所謂守口如理很重要 那學府的人 都會盡量 關照內心 守住這個嘴 所以 就會比較 不隨便講話 那 我們 這個 如果其他戰家中 那就要更自我要求 尤其是批評人的 講是非的 這是卻不可以的 因為這樣的話 已經不是修行人了 那如果出家中這樣的話 那幾乎不是出家人 會被人家所向 俗話說 來說是非者 必是是非人 如果 就這個講話 或傳言 來 這個論的話呢 講話不容易 講話不容易 那聽話 聽人家的傳言 也不容易 因為 因為我們聽人家 談論某件事情 至少 必須掌握 四個 面向 才不會出差錯 什麼面向 第一個 要去了解 這個人的人品 人格 再來的話 也要知道 也要知道 這個人的氣質 這個氣質 也就是氣度 再來 要了解這個人 講這些話的目的 用意 是在哪裡 為了什麼 同時 也要曉得這個人 他的見識 如何 是廣播的 不是 是階階的 要去了解這一些 然後呢 進一步判斷 才能 才能掌握 對方所講的 這個 真 或者是 假 所以 有一句話 尤其是這個聽話 如果牽涉到其他方面的話 比如說 有牽涉到假 有牽涉到乙 那我們還要去 向假了解 向乙了解 所以聽話 不容易 有句話說 監聽 則明 偏信 則暗 所以一定要僅聽 就是聽兩邊的 真的要欺涉到第三邊的話 也要了解第三邊的話 也要了解第三邊的 有一句話說 經目之事,有恐未爭,背後之眼,啟足生性。 如果有人在說我們背後話,不要說我們事,會先毀謹我們。 那我們聽到了,或者是我們看到了,那也會不要把它當爭。 有時候親自看到的都未必真了,何況是傳言呢? 那當然我們也不隨便把看到的就當成一回事, 甚至把它斷定是如何如何,甚至把它講出去, 這一些都不可以的。 佛陀說不可信如意如意不可信,得阿羅漢以方可信如意。 在這裡先講一個故事。 孔子的時代,孔子帶了一批弟子周遊列國, 有一次他要到楚國去,因為楚國的國王很欣賞孔子, 想要請孔子到他的國家去指導他們的這個國政。 那到了蔡國跟陳國之間,蔡國跟陳國就有機會。 結果是什麼呢? 哎呀,像孔子這麼樣的大賢人、大財農人, 如果到楚國去,楚國就強大了, 那我們這個小國怎麼辦呢? 所以就發兵堵住孔子的這個去路。 這個就是孔子的嘴兩與陳菜之間這個典故。 那麼七天被圍困,那七天大家每吃每喝一定怎麼樣呢? 一定是很疲累,而且呢,飢渴有的難耐。 當然孔子來講,他是安然自若, 談琴、講課不斷。 可是弟子呢,有的已經輸不了了。 那麼這個其中一個弟子,主供呢, 就帶著身邊的一些貨物, 然後逃出從尾, 跟當地的村民交換了一包女回來煮。 那麼回來就交給這個園圓, 煮這個煮飯。 煮飯的時候, 突然吹來一些黑色的沙土, 掉進了飯裡面。 那園圓呢,就趕快把這一團土, 還有被沾到的飯, 就往嘴巴吃進去了。 這個動作給遠處的子貢看到了。 子貢誤以為這個圓圓呢, 挨不住飢餓,所以偷吃了飯。 所以心裡呢,就有點不高興。 因此呢,就到裡面,向孔子禀告。 子貢就問孔子說, 這個人人連世遇到窮困, 是否就會改變了解操呢? 也就是說,一個有人意的人, 一個親戀的人, 他在窮困的時候, 是不是那種親戀的個性啊, 或者是這個行為啊, 解操啊,就會改變了呢? 孔子就回答了。 如果結操會改變, 怎麼稱得上是有人有意的, 人人連世呢? 接著子貢就說啦。 可是像遠面這樣的人, 不會改變結操嗎? 孔子就說, 如果遠面的話呢, 那我相信他是不會的, 但是我信得來的。 因此,子貢就把剛才所看到, 遠面偷知患的情形, 向孔子禀告。 那麼孔子呢, 就對子貢說啦說, 這個遠遠啊, 長期啊, 是套使得在實踐, 仁義, 道德。 就是禮儀言詞之類的。 所以, 我信得過他, 再怎麼樣, 我也不會懷疑他會偷出飯, 改變結操的。 這其中必定有原因, 等我來問問他吧。 隨後呢, 孔子就把遠遠找過來, 就對他說啦, 哎呀, 我最近夢見了我的祖先。 或許, 我的祖先對我們會有所庇佑, 或有何止是吧? 遠遠, 你去把剛煮好的飯端過來, 讓我來祭拜祭拜這個祖先。 這個遠遠就回答啦, 哎呀, 可惜。 剛才煮飯的時候, 有一團黑色的沙土, 這個落進了這一團飯裡面, 我怕整個飯都被弄髒了, 所以呢, 把那個髒物就拿出來。 但是你又想, 還有飯參加在裡面。 這飯也是榮夫辛苦的這個收穫。 這樣一丟在地上, 我覺得可惜。 所以呢, 我就把它往我的這個嘴巴送進去。 那這個飯呢, 算是已經是吃過了, 已經動用過的飯, 恐怕不能用來祭祀吧? 這樣恐怕有所不公平吧。 孔子聽到了, 就點點頭。 然後之後呢, 就向他的弟子們說, 如果是換成我的話, 我也會這樣做啊。 所以, 因為這件故事我就曉得, 即使是親眼所見的, 也不一定是我們認定的那個樣子。 所以, 對於我們所見所聞, 就應該小心求證。 不過呢, 對於我們所見所聞, 盡量是往正面的去思維。 因為怕漏錯, 同時呢, 盡量隨這個不隨便講話。 尤其是一件事情, 只要牽涉到了某一個人, 不管這一個人的身份, 我們就不可以講。 這是一種厚道的心態。 同時, 這也是一種修行的德。 也是增長這個德行, 消除業障最好的, 最好的行持方法。 所以對一個修行人, 因為釋迦宋是專業的修行人, 不過我們的同修, 我們的幹部們, 是身為出家而心理出家, 也可以說是專業的修行人。 那麼修行人, 最注重的就是言語, 也就是盡量來守莫, 守莫及敬。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會跟人家有衝突來對立, 往往都是什麼? 都是語言, 都是這個嘴巴講出去的話。 言為心聲, 哎呀,我覺得委屈啊, 我覺得受傷啊, 挫折很深啊。 因此呢, 情緒就出來了。 其實, 這個呢, 都應該網關製造。 我覺得受傷啊, 委屈啊, 挫折啊, 要想到, 不是別人的問題。 百分之一百二十, 要檢討自己, 是自己的問題。 我曾經發給大家, 兩篇資料就是, 至心需求妙物, 還有這個細想。 不曉得我們, 除家眾有沒有看, 一定要詳細的看。 譬如說, 至心需求妙物裡面有講, 物則神和氣淨, 容淨色磚, 妄想情力皆榮為真心矣。 這一句很好, 盡量大家把它轉位在心。 還有說, 自古聖賢, 心平氣和, 無意好造作。 這心平氣和, 心氣和平, 這幾個字是非常好的。 時刻能夠心氣和平, 心平氣和, 溶淨氣壯, 神和氣淨。 那麼, 這一顆心呢, 始終都是安詳的、穩重的。 那麼, 面對任何人事, 如果都以這樣來面對的話, 肯定不會彼此有對立、 風吹沖沖沖沖。 還有這個細形, 大家也可以多看。 在自己的行、 住、坐、過、 還有焉雨、行止, 都盡量呢, 要安詳、急救, 不要躁鬥。 這個就是細形。 細形, 細形, 這些行為是指維繫的, 維繫方面的。 同時也是一般起居上的, 行住坐臥上的。 當然, 要像作者所寫的那樣, 我們也做不到。 但是, 這些都是我們所學習的項目。 細形, 細心, 細而又細, 自己達到心很靈靜的話, 那麼, 很容易領悟一些我們平常領悟不來的道理。 就像毛利佛之所以, 錯誤宇宙人生的真理。 那是因為, 它坐上了福體, 坐上。 是正道, 經過了一段期間, 因緣時節一到, 就仰頭一看, 唯獨明星, 大目徹底。 所以, 這個細形, 細心, 細心來自於細心, 這個細心是很重要的。 那麼, 要細心, 要細心, 必須平常自己, 保持一顆寧靜的心。 那麼, 一天的生活, 一日之, 聚在於晨。 所以, 還是要培養這個, 晨起靜坐, 念佛。 講這一些, 並不就是說, 哎呀, 我懂了, 我知道了, 所以我也做到了, 倒不是, 我也做不到。 但呢, 也是在學, 那麼互相勉勵。 我們手上, 這個講稿, 是出自這個《坐產生命經》, 這一部經, 是中文羅斯翻譯的, 在《大政大上經》, 第十五冊, 二百七十二頁。 《坐產生命經》, 它分為上下陽卷。 上卷是在說明五庭新官的內容。 五庭新官, 大家知道嗎? 這是這個, 我叫基本的常識概論。 如果是以自立法人來講的話, 五庭新官可以說是, 一開始就要去修了, 因為它是最基本的。 譬如說, 以這個三十七道品來講, 三十七道品, 就是四念俗啦, 四正寢啦, 四如意主啦, 五根、五立、七菩提奉, 八聖套奉行。 那麼在這三十七道品之前, 之前要修的, 就是這五庭新官。 五是五種, 停的, 是停止, 休息下來的意思。 也是斷除的意思。 心官, 五種相符這個心的一種觀想, 就是五種觀想的方法。 五種觀想作展, 或作展觀想的方法, 叫做五庭新官。 第一,所謂多貪眾生不敬官, 也就是以不敬官, 來對峙我們的貪欲的心。 多稱眾生慔心。 多稱眾生慈悲觀, 以慈悲觀來對峙我們, 稱慧稱恨的心。 多吃众生因缘观 于吃不明了道理 就是观这个因缘 所谓以因缘观对质于吃 那么这个因缘观主要是十二因缘 再来就是多善众生属习观 以属习观对质善外心 妄想察恋比较多 就静坐 然后属习 多丈众生恋佛观 以恋火对质我们的业障 那么这五天心观都不容易 尤其是不容易 譬如说不静观 观人体的不救 或者是白骨观 能够观想成就 是不容易的 那么他是为了对峙贪欲心 即使观想成就了 往往贪欲心内 还没有降伏 可真不容易 那么属习观 属习观在佛陀的时代打坐 是大部分用属习观 可以说属习观是基本的 属习主要是属呼吸 比如说静坐的时候 就眼观比比观心 然后属着自己的呼吸 吸进来 属一 那呼之去不属 再吸进来 属二 一直到八九十 又恢复从一开始 那如果是属这个呼之去的 那么吸进来就不属 完全属呼之去的 呼 属呼就属 属吸就吸 属吸 那么到十呢 就不属一 十二 不二 十 三 十 而是从一开始 为什么 不二 十 三 十呢 就是属多 反而增加身心的这个疲累 那属多 属不得当 会导致其他的病 那以我们来讲 乘坐练佛 敬坐练佛 都用这个实验技术 那实验技术的话呢 等同于这个属习观 的这个功能 又有练佛的这个功德 所以我们练佛 就是实验技术 那实验技术也是 从一即到十就好 又从一又开始 那除了实验技术以外的呢 就不做思维 不做观想 那么现在大家手上所拿的是 五挺心观的第二 第二 第二 就是多称众生慈悲观 以慈悲 慈悲观 对住我们的称恨的心 我们俗弟 第一条说 对他的恩慈体贴 对自己谦卑柔和 要达到对他的恩慈体贴 对自己谦卑柔和 当然我也做不到 都在学习 那现在这个慈心法能 也是可以让我们学习 对他的恩慈体贴 对自己谦卑柔和 在学习的一个方法 很好的方法 那么我一方面念 一方面也稍加解释 若称慧偏多 当学三种慈心法能 如果翻称痴 这三个来讲 这个称慧的心比例 比较多的话 那就是要学这个慈心法能 那换句话说 如果称慧心不是比较多 而是贪义心比较多的话呢 那就不适合学这个 学这个又增加那个贪爱 反而要修学不静观 其他的痴 还有这个散乱 也是一样 但对我们来讲呢 贪啊 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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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所谓 所以两个偏多偏少的 都同样很多 而且很赤胜 那散乱也是一样 妄想多 妄想云飞 雜恋多 所以我们的解脱 始终不要靠阿弥陀的救路 那这样我们今天为什么 要来讲这个内容 那是俗地 为了让我呢 先更加的 谦卑 柔和 柔软 更加的无争 所以我必要甲戒 能够学的 尽量学 若称畏彭多 当选三种慈心法门 那三种慈心法门呢 或出习行 或以习行 或就习行 就是这三个层次 也就是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出习行道 第一个阶段是以习行道 第三个是就习行道 第一 若出习行者 当交远 慈及亲爱 结果一开始 学这个慈悲观的话呢 就要由近而远 不是由远而近 那近是从哪里开始呢? 从我们的亲人开始 从我们所爱的人开始 云和亲及愿与亲乐 行者若得种种 身心快乐 寒时得衣 热时得良 即可得饮食 贫贱得物味 行及时得止息 如是种种乐 愿亲爱得 这里就是谈到说 要怎么样给亲人 或者是所爱的人 得到身心的快乐呢? 就从自己 从自己比例开始 这就是 又非己己人 自己有得吃 有得穿 自己得富贵 那么自己贫困得到救济或富有 或者是疲励能够得到休息 那也希望自己的亲人 自己所爱的人 也能够跟我一样 拥有这一些 论这个吃啊穿啊 这是最基本的 一般都会有 但是呢 要学习这个慈悲心 就是要把自己 所有的 自己所安乐的 也希望自己的亲人 也希望自己的亲人 爱人 同样得到 这一些安乐 甚至比自己更多 细心在此 不令意念 把这个心 都维系绑在 这一些内容 这一些思维上 不要有其他的念头 如果有其他的念头 那就把它收射回来 还是安置在思维亲爱的人 能够得到 如同我得到的总统 安乐 这个就是最初开始 取喜 再来的话 若以行刑当交演 此极忠忍 这个此极亲爱 已经修了有所成就了 成就不容易 因为这个是 所以要作产 深入思维 此极忠忍 运何极忠忍而与乐 行者若得种种身心快乐 愿忠忍得 推己极忍 这个忍 已经到了 跟我们 非亲非故 也不是我们所爱的人 但是呢 我们也要把它 想成是我们的亲人 是我们所爱的人 跟我们的亲人爱人一样 我们有什么安乐好的 也希望这些人 能够得到 拥有 此极忠忍 非亲非故 也不是愿 一般的人 一样的 细心在此 不令意恋 意恋诸缘 色之恋还 那么 这修习 有所成就 有一点功夫 就进一步 进一步 第三 若酒洗醒 当交年 此极 怨争 进一步 扩展到 跟我们有结冤的 这愿真 就是结果冤 我们的仇人 或者是 背后 所有的坏话 也帮我们 打击我们 暗中 来阻挡我们 打乱我们 让我们生活上 事业上 不顺利的 云和吉比阿 与其六 行者若得种种身心快乐 愿 愿争得 得与亲同 跟自己亲人相同 同得一心 心大清静 亲 忠 愿 这三种 等阿 接着呢 又推广 广即是 借量众生 借量得乐 这个就是 由亲的人 到一般的人 到跟我们有愿的人 能够这样的话呢 能够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扩展到 世界一样的众生 借定得乐 周变十方 变满十方世界 迷不同等 没有不跟我的亲人 一样的 希望我能给他们 获得那一些安乐 那么这些呢 是自己亲自去做 或者是呢 透过别人去做 或者种种方便去做 使自己的亲人 所爱的人 以及一般的人 乃至于有愿真的愿家在主 也平等的同样的 得到那一些好处 那一些安乐 见十方众生 皆如自见 如心目前 尿尿见之 受得快乐 这个几乎是 产定的境界 看十方的众生 好像就在前面前 而且呢 是清清楚楚的看到 事实即得慈心三昧 如果能够到达这个地步的话呢 就能够得到慈心三昧 三昧就是定慧一种 定跟慧都一起了 收相等了 那能够得到慈心三昧 看来种爱心慈爱的心 就不会退转 有慈心三昧的话呢 就不会有称恨心 也不会有情绪啦 有生气啦 发脾气啦 抱怨啦 就不会有这样 那么 这一篇所讲的 对象 主要在指哪一个对象里 亲爱的 忠忍跟愿争的 这三个对象当中 是以愿争为主要的对象 为什么呢 如果是我们的亲人 所爱的人 我们很容易 能够为他设想 帮助对方 带来如同自己 拥有的安乐 往往就是 跟自己有愿的 愿争会苦是八谷之一 有句话说 愁忍相见分外眼红 所以 要对愿争的人 起慈爱的心 进一步 让他得到 如同自己 所拥有的好处 那真的是 不容易 让我们人家在主 不幸 我们会幸灾乐祸 所谓 好之欲其生 入之欲其死 假设 跟我们有冤的人 仇人 他有灾难 我们不但不幸灾乐祸 他需要医疗会 或者生活会 我们也能够 主动地给他 无常地给他 那就跨越了 抱怨的那种诚心 反而是有了恩惠 因此 这个是不容易 不容易 因此呢 这里就在强调 强调 同时特别 运用这个 运用这个 运用这个问答 来说明 慈吉 冤真 的原因 以及重要性 所以下面就有个问答 问曰 亲爱中人 愿令得乐 亲爱中的人 希望他能够得乐 那是忍之常情 是理所当然的 是敬夫人情的 现在呢 敬意不要怨憎恶人 云何怜悯 忽怨与乐 怨憎的恶人 怎么还可以怨憫他 甚至呢 希望他带来快乐 安乐 这个 书是不敬人情的 那么就回答了 应云比乐 所以者 应该 还是希望他 得到安乐 和政治内 亲自去做 给他带来 安乐的 种种事情 为什么 这就说出原因 底下呢 就说出了 七种原因 七种原因 第一个就是 其人更有种种 好 清俊法因 我今云何 岂可以一怨故 而莫其善 也就是说 第一点 我应该想 应该观想 他尽管 是我们的冤家 跟我们 有这个瓜葛 可是 并不因为 他这样 其他 就没有 好的心 好的行为 并不因为 这样就一无四处 就一文不止 所以 我们不可以 因为 跟我们有个愿 就否定 他种种的善 种种的优点 这是第一个原因 人 都不能 不可能 是实犬实乃当 因为 人为圣贤 谁能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 所以 有过失 把这是正常的 只要对方 能改的话 那就值得肯定 因为 对方没有 惭愧心 忏悔心 就会改 改进了 就等同 无过的人 所以 有一句话说 天不救 悔过之人 还有 又有句话说 这个 金 五十 十次 也就是说 这个金 金块 没有百分之百 是纯金的 没有百分之百 金五十 凑人 如完人 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我们就能够保重对方 不会全本的 否定对方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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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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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